在东部沿海地区拥有40个教区 以及大学、简易厨房、公餐中心等等的 天主教方济会的盛民大教区 让罗马天主教徒能将祷告一项传简讯给方济会修饰 神父大卫康福提诺说 他们开会时注意到人们总是在传简讯 也发现现代人每天传大量的简讯 因此开始想 为什么不让人们传简讯给我们 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呢 手上拿着iPhone、黑莓机和其他智慧型手机 大卫神父和他的修士同量们进一步解释了祷告简讯 信徒们只需要传简讯到号码30644 打上Prayer、祈祷这个字就行了 完全免费 然后就会收到来自修士们的欢迎简讯 随附着一个可以输入要求的格子 只要寄出简讯 发简讯的人就会收到回复 这些要求会被送到网页上 并且一天两次 以及在弥撒时被集中搜集在修士们 要祈祷的事的清单中 自从这项计划与本周稍早开始启动 修士们说他们每天已经从全美国和加拿大部分地区收到超过1000封简讯 修士们又补充说那些没办法传简讯到美国的人们则从全世界各地用电子邮件传送祈祷的请求 这群试图走在时代尖端的修士们为了赶上祷告的需求和新科技 还更新了他们的网站 下一步他们要进攻脸书 还要使用推特 其实前教宗本土十六师也是科技拥戴者 他的推特一注册 仅仅八天就有210万个追随者 教宗使用好几种语言发送微博 包括阿拉伯语 并且也计划要加入拉丁语以及中文